若我赢了 你就要立刻跟我回到桃源谷 合理一事 就当取消 看来玉公子心里还是有小姐的 可是昨天晚上秋秋态度太坚决了 我是没劝住 我不会给你回去的 若我赢了 就当我从未加入过桃源谷 从今往后 我金木秋与你玉林峰 此生不见 你已经厌恶我到这种地步了 双方无需多言 还请开战 我本身为你 我做得好 我做得好 咱们 我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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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云 我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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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儿 你放弃吧 你打不过我的 谁输谁呀还不一定呢 你 秋儿你没事吧 不用你管 我说了 你输了比赛之后会逃永苦 从此我们再也不见 金氏镖局大小锦 金木秋盛 烧火主你没事吧 秋儿 你没事吧 小姐 秋秋 我来我来 没事吧 玉公子 请留步 你们干什么 金小姐方才已许下五愁 你若赢 玉林峰此生不得与你相见 而今擂胎结束 自然要遵守 玉林峰自然明白 从今以后 我与金小姐 永不相见 bed Once you can meet the people 你腦到君子 Feed doing the Happy girl 如果是受保护 结束 大家 收 wol 大婉 大婶 大输掉比赛 都是为了救我 小姐 你别哭了 不是 不是 这辈子才也见不到阿淑哥哥了 他们说 立下五愁 可能就是这样的 他为我受伤 也不知道伤得怎么样了 白万 我连看他的资格都没有 这一切都怪我 不怪你 不怪你 好了 白万 别哭了 别哭了 好 好了 小姐 别哭了 我一定能帮你想的办法 好 有人吗 有人吗 没人 有没有人啊 怎么没人呢都 有没有人啊 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你也是九重幽宫的裁判吗 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你确定要在这擂台上与我寻商量 你不是裁判吗 那个五愁怎么取消啊 五愁是武林铁律 曲夫人到底想如何呀 规矩都是人定的 谁知道当时定规矩的 是什么浑庸的老糊涂蛋呢 对吧 当年群雄汇聚于此 定下五愁规矩的 正有桃圆谷谷主玉妃 及金氏镖局总镖头金骨男 现在 你还觉得他们是 昏庸的老糊涂蛋吗 没有 怎么会呢 金总镖头怎么可能是糊涂蛋呢 那 我回去跟他商量商量 看看有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 站住 既然你方才已在擂台 敲响请占谷 还邀请我公弟子菲连上擂台 那你可知 你的擂台赛对手 已然变为菲连了 什么姓战谷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规矩啊 战谷已起 那两日后的擂台赛 便由金氏镖局金百万 对战九重幽宫弟子菲连 二位各自准备吧 没想到 那个金百万如此愚蠢 竟恰好落到我手里 他如今失忆 从前的武功也见失 倒是给了你一个 可以挑战前任雪月的好机会 属下明白 属下此次 定会让他吃上不少苦的 少公主 我警告过你 不准再动阿楚 少公主 请占谷分明是那个金百万自己敲 你是不是嫌自己活太久了 少公主何必动怒 金百万所为 皆符合我五湖会的规矩 我们只不过是按照规矩 与他光明正大的 一较高下才是 若是你们敢在擂台上 上阿楚一次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少公主如此威胁 也不是第一次了 只是这一次 就算我放过他 他对抗的可是整个五湖会 少公主又能如何 我 百万过几日要上擂台 今日如此勤奋 恐怕也是注意甚微 就算甚微 我多练一分钟 也多一份赢的希望 可平心而论 以百万此时的功力 想要打败九重雍工的飞联 无异于天方夜谭 我知道 但为了零养草 就算希望渺茫 我也要去应战 我现在除了刻苦练习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谁说没有办法 你有办法 若可以 我自然希望百万弃权 但若真弃权了 你也就不是百万了 所以 为夫自然是来帮助夫人的 你要帮我练习 你 对战飞联的话 我有三招可以教你 第一招 诱敌 看似软眠无力 实则麻痹对手 攻守兼备 以寻反智之际 你 你说过的永远 依然那么深刻 最初的拥抱记忆还温热 残虚过的承诺 坚守 在掌握对方出招的节奏之后 可以故意拖长交手时间 加强防御 让对方无法突破 以此激怒对手 在尸泼里紧波 愿往事深深吞没 就算有多留恋有多不少 泪走无声 安静遼拨 愿有天始终会懂的